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动物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生物 有些生物可能大家从来都没有深入了解过 比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种动物界的采尔大师牛两鸟 可能很多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觉得有点陌生 因为我们生活周围确实很难见到 这种鸟类最擅长的工作就是给动物采尔 可以说是非洲大草原上的红人 深受草原动物的欢迎 因为牛两鸟可以捕捉大型食草动物身上的寄生虫 帮它们解决寄生虫的困扰 牛两鸟的慧又扁又平 可以轻而易举地帮助大型食草动物整理毛发 并捕食里面的狮子、跳蚤和皮躯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被牛两鸟的这种举动所迷惑 它虽然可以解决动物的寄生虫困扰 可是一旦发现动物身上有伤口的话 牛两鸟也会毫不留情地用尖锐的慧将伤口慢慢扩大 这样就可以直接吸食动物的血液 虽然牛两鸟吃得很开心 可是动物的伤口可能会由此引发感染 导致衍生更多的寄生虫 这样它就可以获得更多食物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种鸟类是一半天使一半恶魔 而且一旦牛两鸟趴在动物身上找寄生虫 无形中就起到了颈备猿的作用 因为它们站得高、看得远 可以第一时间发现捕食者的身影 随着捕食者逐渐靠近 这些鸟儿会一哄而散 食草动物自然也会意识到危机的靠近 趁机可以逃命 所以这些大型食草动物 对牛两鸟也是又爱又恨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这种鸟类呢 好了 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 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